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车一论 这辆车是特萨的Mod3 而且是国产版的 左后面屁股上有中文标识 而这辆车现在有两个点争议特别的大 一个就是关于辅助驾驶硬件的问题 因为它现在3.0的版本和2.5的版本是缓用的 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先可以放一放 或者说先可以安心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比较恶劣的 那我觉得足够引起特萨拉的重视 那以后出厂的Mod3呢 极大可能 很大的概率都是会用3.0的硬件的 这个大家应该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第二个问题非常的纠结 就是关于电池包的供应商问题 现在我看了2月份的特萨拉工厂的这个供应商的表格 那松下电池的出货量呢 大概是2300多台 LG电池呢是1500多台 所以在电池包的混用上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那怎么样区分两个电池包呢 你买的特斯拉究竟买的 用的哪个电池的供应商呢 可以看右后门的这个名牌 如果它的容量上写的是148.8A呢 就是松下的 如果写145.7A就是LG的 那容量的不同呢 肯定会造成续航里程上的差异 松下的呢就会长10公里 NEDC是455公里 但是我纠结的问题呢 跟续航里程的关系不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续航里程都到了这个级别了 你说少一个10公里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纠结的那个点呢是在整个电池包 它作为电动车 涉及到性能甚至是使用安全 这么核心的一个部件 我自己是比较倾向选择老的这个供应商提供的东西的 毕竟从特斯拉坐电动车开始 松下就跟着它混这么多年这么多辆车了 大规模的验证都做下来了 但是LG它作为一个新的比较新的供应商呢 还没有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验证 所以我会特别的纠结这个问题 而且你在买车的时候 电池包你是不能选的哦 只有在你提车那一刹那看到这个名牌 你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个供应商的电池包 反正我自己会特别纠结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纠结呢 感谢观看